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快速的share一下 如何使用Spring Boot 快速打造那個Petyos的應用 那我叫無心斬 那常常網路上大家叫PCB 那上面這是我的Email 以及那個Github 今天所用到的可能Demo code都會放在上面 然後我現在是服務於那個 偽創之通 那現在是在高雄 那工商服務一下 那我們高雄也是缺人缺很大 那就是說任何的 不管是Conline端、Spring端 寫App、寫Java 甚至用R都可以來參考一下 那如果有想要在南部發展的 可以來參考一下 那伊尼市上面有個職缺 都有放上去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是基本上是個Java people 喜歡Java的技術這樣子 那宴起的話就是說 之前我在Pycom APEC 2014的時候 有看到一個talk 他就是說他原本基本上 它是一個Service 是一個scala-based 那他講到他會去切分 就是說他原本用JNi這些方法 就是說他去 因為他有一個需求 就是說可能要需要一些科學計算 他用要去用Python的Native code 去code那樣的邏輯 就是說他用JNi的方式 說這樣子好像 最後他就是四種方式 就是選擇說他最後把Python 這樣子的一個服務 他把它包成一個Rest 的一個方式去把它包起來 這樣子 那你去call他的話 就是說 就說 他就所謂的API 那我有在KKTX的那個布丁搭檔 那你是說 他後來他們那個服務 後來用 也是用go 他用go也是把它包起來 用Rest的方式去 去那個去把它實現 那 這個他們就提到說API 那那個API跟我當初 對API的定義的思考 就是說 就是說 並不是說 之前的舊式API 就是你可以寫一個一個程式介面 然後去把它combine起來 然後放到你的程式裡面 那就是那種用API 啊現在說講的API 那就是Restful的API 那就是 我認為就是說 就是那個一直平台的整個的解決方案 那這也算是一個趨勢 或潮流 不知道我們公司 也是朝這方向 就任何就是後端 Serve端的部分 就把它包成Restful的方式 然後前端的話 就可以把它降低偶爾度 然後你前端 不管是要用什麼 用什麼樣的一個 嗯 不管是API 還是Jowscript的那個方式 都可以去做接接 OK 那我在思考過程當中 那Restful的話 在Study的過程當中 就有發現有一些 所謂的話成熟度的一個區分 就有Level1 Level2 Level3 的這樣子一個區分 那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Restful的話 用意就是說 你要用HTTP HTTP 然後第一個就是 Level1的話就是 你要用你的URI 去描述你的Resource 然後到第二步的話 就是說你在HTTP 操作的時候 你要用HTTP 的那個Method 當作一個動詞 然後對你的Resource 去做操作 那更近一點的話 就第三個就是Hypermedia 接近的進入到我們的主題 那這幾個分野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這上面的一些文章 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我們時間不多 所以我就不細講 太多細節 那就所謂一個 HETIOS 今天的主題就是說 它就是所謂的 Media as an Engine of Application State 簡單來講的話 其實寫得很抽象 不是很容易懂 那基本上就是它 透過Hypermedia 就是說你的Resource 的Service 在Run的時候 它給你的一個資訊 不是只有Resource 你要想要操作Resource 那還有一些Hyperlink 就是它這邊的Hypermedia 就是Hyperlink 那你可以說 你要去探索 它這個服務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這個Hyperlink 去探索你這個 裡面的一些 這個你這個Web Service 的一些功能 甚至說你不需要寫一些什麼 Document 或者是AP 那個API之類的 就可以把它探索出來 OK 那有這樣子的概念之後呢 就是說那 在交換上有哪些實作呢 那我就study到就是說 有一個叫Spring Data REST 的一個Project 然後它就是專門處理這 這方面的一個問題 以及說這方面的實作這樣子 那實作的話它基本上 它是用所謂的HL 它是一種Hypertext Application的Language描述 然後加Json的格式 那因為REST4的話 它不是只有Json可以用 也是可以用XML去描述 你resource的方式 反正是結構化的一個方式 但是就是我對於XML並不是很 不是很喜歡的 所以我就盡量都用Json 然後剛好 它這個Spring Data REST的話 是那個 Json加HL的方式 那 所以說 那我怎麼去實作 這樣Hetios的一個 一個Application 就是我要透過Spring Boot 那前面在講說 反正很快 聽得很模糊 沒有關係 那個不重要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說 你今天也知道Spring Boot 我想知道一下 這裡有多少你知道Spring Boot 有聽昨天 有一個talk 也是講Spring Boot 那我這邊操作一下 就是說 Spring Boot 它好用在哪裡 那你剛開始 你不曉得怎麼做的時候 你就直接到這個 所謂的 Star.Spring.io這個網址 OK 它就是有一個 你就把它當作去買菜 或者是去那個拼積木這樣子 你這邊就可以選 你就說 你可以 你要產生一個 怎樣的一個project 那 有Mainment的選擇 跟Grandon 那我因為我不喜歡XM 所以說我就用Grandon Project 然後再要分版本 然後有1.3最近release的 那有一些新功能的話 譬如說一個Hot Deployment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其實還不錯 所以開發的過程 流程當中 我也蠻大的注意 那這邊它簡單的就是 大概有幾個Mainment Data 這裡去填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個project的Grandonator 那你就把它給展開來 這邊有一大堆東西 我們看一下 然後 然後 就是你的Group 這個Mainment 你要什麼Mainment 應該這個都知道 那這些都要先不管 這不是重點 那現在你說 我們Package的話 可以分Jar檔或Watt檔 你可以像Jar 可以執行的Jar 那就是把Container 包到我的Jar檔裡面 它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獨立個體這樣子 那我們當然就是1.8 那Language 你甚至可以選擇Groovy OK 那我們現在開始買菜 那我們要用我們的 發展我們的應用 要需要哪些東西呢 Web的部分的話 這邊 重點是這個 就是 所謂的Rest 不是 對不起我點錯 這裡 你就把那個 Rest的Lenguin 這個Dinch 就是他透過Spring Data的WebMVC 那基本上 他就是有包含那個 那個SpringMVC MVC的部分 然後你DATA部分的話 我用JPA 那還有其他 就是說 Vadis 到時候 你回家可以 自己研究一下 看看有哪些好的東西 再多多看這樣子 那最後還有一個 最後我DB DB選項的話 我就簡單的 因為我只是做 做一個 嗯 測試的話 就是用一個 Embedded的 給Memory這樣子 那我把它下載起來 最後 下載回來 然後點開 我們看一下有哪些內容 他就是一個 其實基本上 它就是一個Grandle 有 裡面有Grandle 有一個Rapper 它已經寫在裡面了 那你的Source 它給你 先給我們產生了哪些東西呢 Test的話 它已經有一個簡單的 會跳 這個就不管它 就沒有一間Test 它就幫你產生一個 先簡單的一個 入口的一個Test 那我們SourceMain 那我們SourceMain的話 因為Grandle就遵照 Maven的那個 那個Fold structure 那就可以下來 它怎麼會跳呢 好 沒關係 好 那總共的東西就是 有一個Demo Application 一個入口 跟你的Application Publish 你所有的Convict都寫在這裡面 好 那剛才所看到的 所當奧下來的話 就相當於就看到這樣子的一個 Structure 看得清楚 好 那 這樣子就可以跑了 這樣就可以跑了 看一下內容 就是 它就只是一個路口 然後把它Run起來 那一個Spring Boot的Application 那裡面是空的 所有的那個 那Publish 就是寫在這裡面 不管到時候 你有什麼 C3P裡的設定 都可以在這邊設定 所以要先給一個預設的一個Set 讓你可以馬上 跑起來 怎麼這麼快 好 那就 我把它跑起來 先不要跑起來 我那 OK 就跑起來 好 就是用Grandall的Rapper 把它跑起來 Pull Run 那 現在什麼都沒有 我程式都還沒寫喔 好 那 我就用7RL 方式去探索一下 然後這樣就跑起來 他這整個基本上 他就用 HAL HAL 加JSON的方式去描述你的Resource 現在沒有認為Resource 這個 這個Resource 我程式一定要寫到 好 那我只要 寫怎樣的一個 好 我只要叫一個DomainObject 就會寫出來 假設我有一個Book 然後就是一個簡單的BookPurge 然後你用JPA 就是Position的方式 去設定它是Entity 或者是ID 是哪一個 然後這個相對於 這個JPA之後 你用Db DataSource 你在用Db 還是Norci 都沒問題 就依照他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遵循下去 都可以運作 啊然後 你去取它的時候 我用 JPA的Repository 去繼承它 那我只是定義一個Interface 那所以這個JPA的Repository 你所有的Db 簡單的CRUL 通通都已經幫你寫在 定義在那個Interface裡面 你到時候你的 Application跑起來的時候 它這個Interface 它會幫你實力化 那到時候 你需要的話 再去Injet 注意到其他地 的Class 就可以使用 那我們跑一下 好 然後 那 跑完了 OK 那這樣之後 你看 我剛才只是寫兩個程式而已 如果你知道我這邊有哪些resource 我有books 那我有哪些 那個 就是用Hypermedia 方式 有個描述說 我去怎麼去做books 可以去做處理 甚至可以說分頁 size sort 那 當然你要一些profile 你可以 就是說你可以去 根據它的定義 你去看 目前這個Service裡面 有哪一些resource 可以取用 你可以從這profile去去看 那 最後再做一個 做一個操作 那我們 再見 我們總是要 塞一些資料 這才有比較好感覺 對不對 真的是dem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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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那我繼續找 我現在拿了 基本上這邊的話就剛才看到那個 其實沒有多大時間可以demo啦 給大家看一下什麼問題 那重點是說 那我再再提兩個就好 就是說 我們就像resource這樣可以接接到db 那前端這樣子的一個描述之後呢 我們有兩個大很大的問題那怎麼辦 有一個大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我的htb我不想 不想讓別人隨便可以delete 那可以怎麼做 那可能就是在你的那個 剛才有看到那個 interface上面 把你的定義成resource 把它給export變成false 那你delete的那個operation就可以 就可以免除掉 那有沒有security的issue 那可能是我要是不是透過怎樣的認證 那我採取的方式就是用可以用那個 Spring OOS2的方式 你用那個在第三種 你的grantype是password的方式 去把它去把它給改寫過來 那這整個的上面的demo還有那個你可以從我的這個 github的response去把那個 clone出來然後看一下 然後他每個tag去弄弄看 那大致上就是就可以得到這個效果 那不曉得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用這個方便的spring boot 就是boot your application 希望大家的生活能夠越來越beautiful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